《工商報》的歷史 其實最早的創刊印象中應該是25年 1925年7月8日 應該是第二份 華僑之後到工商 華僑 即是現存的報紙 華僑之後到工商之後才升到 那時候我們習慣講中文報紙的三大報 《工商、華僑》升到三大報 最早時是何章軍開始的 是他的專業 何東爵士 他們有一班人 因為三港澳大罷工 希望香港有一些媒介出來 可以做到一個社會的橋樑 可以令到工商和各方面 所謂的工商是工業和商界 和各方面多一些溝通 不需要很多時候有抗爭 撕裂等等的情況 何東爵士都不是一開始就加入 他是《工商日報》創刊一段 大概短短幾年間 他接管了全權家族經營 之前是一班報人的 一班文化家 一班報人 我還以為是何東爵士開始 不是 他開始 但是他很快就接管了 然後在三年八個月的時間 何東就沒有出工商 停業了 停業了 有人留守報館 沒有出報紙 沒有出報紙 一直停 四五年之後再復刊 戰爭結出之前 已經在籌備復刊 大概看到的勢已經籌備復刊 所以一停戰 很快回來就復刊 當時回來的時候 復刊是誰做老總呢 當時是胡蝶五先生 他一手組織的班底 他 潘仁昌 潘仁昌先生 我經常以為收尾胡魯先生 是加入這個工商的 他跟何將軍很久的交情 一直在內地的時候都有交往 所以籌備復刊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一幅稿 你對胡魯先生的印象是怎樣 因為他很有名的報紙 他是一個謙謙君子 對新聞有執著 有堅持 對社會事項是一包容的作風和姿態 他對文字上是很廣東 很執著 我最記得清楚 我們晚報有一段時間就開始用本地的字眼 譬如 口語化 他很不贊成 當時編輯部的 白話文 編輯也跟他有一點辯論 覺得我們晚報來說不妨在基層 因為有一段時間香港開始用所謂三級底的文字 有文字之外有些白話進去 叫做三級底的文字 晚報是想用這個方式 包括在標題上都是用一些比較白話的 粵語的本地的字眼進去 胡先生就很反對 他說我們的報紙應該在文字方面比較嚴肅 即使是晚報比較輕鬆的作風 都應該不要太過白話 其實胡先生是跟著升職 這個工商日報一路去到他 後來 是的 他任內過身的 他退休了 他退休了 他退休之後 潘仁昌先生就做過工商日晚報的社長 我就是副社長兼日報的總編輯 那是哪一年 1980年 我兼了副社長